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出席今天這個講座 我知道疫情之後 這次是首次復版 線上線下有超過一千個家長 參與今天這個講座 剛才同事介紹了我們高中的課程 我這個部分會聚焦介紹 我們高中課程中的其中一個選修科目 就是應用學習 希望可以對大家幫助子女 在接下來選科的時候會有幫助 但在開始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大家 我知道今天應該是中二、中三、中四的家長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是讀文憑史的 應該都是會考年代的大家 有沒有聽過應用學習? 如果聽過的,可不可以舉手給我看看? 啊,OK,比較少 一會兒我就可以為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實際上我們新學制之下 這個高中課程我們是開展了十二屆 今年2024就會是第十三屆 我首先就展示一下我們的課程架構 這個課程架構其實我們會看到 我們將整個香港的課程 十五年一貫的課程 它有從學前教育到高中 連貫出來讓大家看到的 到最後我們想達至七個學習中指 剛才同事的七色彩虹是我們其中一個目標 我們亦都希望我們的同學可以日後 它會繼續有多元的升學就業的出路 還有我們希望他們促進到同學的全人發展 應用學習的位置在哪裏? 我就在這裡,在紅色的框框那裏 就框住了 我們或者可以從高中 聚焦一些,看看高中課程 剛才同事也有提過 我們會有核心科目、選修科目 以及其他學習經歷 同學必須要讀四個核心科目 如果讀選修科目,兩或者三個 最多可以讀四個 還有其他學習經歷 剛才說的那幾類的科目有些不同 包括甲類的科目 我們也有讀開的 中西史、FreeCambi 另外就是我們 越類的科目,應用學習科程 應用學習科程其實又是甚麼呢? 我們有接近六十個科程 讓同學選擇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科程 這裡有個QR code 你們可以探索 看看科程的一覽表 如果探索不到也不要緊 你在search engine 就這樣打EDBAPL 就會出了我們的網頁 EDBAPL 然後一到我們的網頁 泥黃色的部分 差不多到尾尾 我們有一個課程一覽表 我給我一點時間 大家看看 我們的課程有接近六十個課程 非常之豐富 這個課程概覽 是講到 2026文憑市的同學 換句話來說 就是今年正在讀中四的同學 他們會考2026文憑市 那一批同學可以選擇 在這個課程一覽表裏 去選擇他的課程 我的兒女正在讀中三 我們稍後會出通告 會有2027的課程一覽表 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課程其實都相當吸引 那我們的課程有這麼多門的課程 我們會按照那個性質 會把它分成六個學習範疇 包括創意學習 然後媒體及傳義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服務 應用科學 以及工程及生產 如果你看下去 你會發現 原來現在的同學這麼幸福的 他們可以學什麼 他們可以學室內設計、時裝設計 喜歡戲劇的 有一個戲劇的課程 有不同的電腦的課程 然後還會有一些 都很配合我們現在社會的發展需要 我們有一個樂齡科技的課程 此外又會有中醫藥學的基礎 人工智能及機械 我想家長聽到的時候 都覺得如果當時我們讀書的時候 也很幸福 那我又或者問一下大家 你猜一下我們的同學 這麼多的課程 我用2026的一批 我們有些同學已經選了這些課程 你猜最受歡迎的 最受歡迎的五大課程 是什麼課程呢 那你可以 我知道有些同學也有在 你看到那個課程這麼吸引 哪些課程最受歡迎呢 你估計我們的同學會很喜歡什麼呢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課程 但是因為有時候那個課程 這個是其中一個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這些課程 也會看到 커�fly店營運 comfort 西式食品製造 還有職業英語 還有一個就是電腦遊戲設計 以及應用心理學 暂时这几个课程在近几届 都是非常受同学欢迎的课程 我们又看看这些课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课程 这里是一些同学 我们上课的其中一些场景 除了会有一些理论的学习之外 其实同学我们希望应用学习 我们希望他们是透过应用和实践之中学习 他们可能在舞台上学习 可能在拍摄的过程中学习 可能会听一些业界分享的时候学习 又可能在厨房制作甜品之中学习 运动场上学习 或者最后的那个 其实我们有一个航空学的课程 同学可以在模拟驾驶仓中学习 实际上我们的课程特色会是什么呢 我们课程的特色是我们强调实用的 但是理论实践并重 而且他们学习的时候是一个行业 作为一个联系的 我们也会跟一些行业有一些联系 所以同学在这里也学到一些职场上的技巧 以及一些那个行业里面的基础的入门知识 同学学习的时候也会有理论课的 但是同时其实我们很希望同学会透过 刚才我将他们部份课程里面学习的场景给大家看 他们有一些模拟或者真实的情境 来发展同学的知识技能 以及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其实到最后都是希望同学 帮他们探索一下自己 未来升学就业的一个方向 不过需要强调的 我们这个不是职前培训 不是职前培训 读完的同学不代表他们立刻就可以在那个行业里面开飞机 不是的 但是让同学有一个探索自己的机会 发掘自己的潜能的机会 应用学习这么多元化 刚才同事也有说 其实现在他们学生选择的科目 选择的组合会很多 我们透过应用学习 可以跟其他的科目相互相成 家长可能会问 相互相成是怎样的 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有些同学可能在甲类的科目 读生物或者化学 如果他在我们的应用科学里面 一些的课程里面 有一些 就会读一些检测的项目的时候 其实两个科目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元素 同学就可以令到自己 两个科目之间可以 提升它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那个科目 但同学可能喜欢人文科目的 他也可以透过我们应用学习 去接触一些机械工程 电脑 或者其他表演 设计的课程 那就可以丰富地 阔阔一下他们的视野 那另外就是科试 科试呢 其他的甲类的科目 一科是读250小时的 但是我们的应用学习科程 是180小时的 所以两年就可以读完的了 同学又会有一个弹性 他可以选择 我们高中是中四、中五、中六 对吗? 他可以在中四的时候开始读 中五就可以读完的 他读完 中六的时候的时间可能 他会留回应付文憑史 但有些同学 他很可能中四的时候 读了一些科目 他未必 发现未必很适合自己 于是他还有两年的时间 他可以在中五才开始 应用学习科程 两年读完 就是中六的时候 亦都可以完结 所以这个会是两年的科程 同学是不需要考公开试的 家长就想到没有公开试 那么最后那个科目 那个评核是怎样做的呢? 大家会理解到 其实刚才我们会看到 那个课程那么丰富 其实这些课程全部 是由我们的专上院校 帮我们去提供 那些我们会叫做 课程提供机构 他们读的时候 同学就会需要 读读课程的期间 做六至八个评核科业 那些评核科业可能会是考试 可能会是要做一些project 可能会有一些评估的 任何项目都会有 那这些成绩 他会做完之后 课程提供机构 会将成绩交给考评高 那做完一些的调节之后 那个结果 就会可以在同学的文篇上 展示出来 如果说我们没有考试过 那个成绩是怎样匯报的呢 甲类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会有1至5级 接着会有5星和5星星 我们应用学习 就会分成三个等级 包括达标 达标并表现优移一 以及达标并表现优移二 在这里 我们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去做过一个 就是跟甲类的科目去比较的时候 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是优移一的级别 就会被视为等同于甲类科目的第三级 而优移二 就是达标二 这个就会被视为等同于甲类科目的第四级 又给大家一些数字 大家猜一下 我们应用学习课程 达标率有多高 我用2023 其实每年都很稳定的 每年都很稳定的 你猜一下课程同学读的时候 达标率有多高 有多少%的同学会得到达标呢 不过我想说 我们有超过九成的同学会得到达标 但其中他们达标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要求就是出席率要有八成或者以上 所以有些同学如果成绩很好 但很可惜 他之前上课的时候 出席率不高的话 他都没办法达标 所以同学要出席率取得到八成以上 和通过平核的项目才会达标 过去的数字都非常稳定 是会超过九成的同学会得到达标的 另外我们都鼓励我们的院校 将课程挂上资历明测 在我们的鼓励之下 其实全部课程都已经挂上资历明测 如果同学是可以完成课程的 他是达标的话 他除了可以在中学文憑上显示他的成绩之外 各课程提供机构都会给我们的同学一张QF第三级的证书 好 或者我先做一个小节 甲类科目和阅类科目的比较 其实很简单 两个科目无论在学习内容、课时、评估方式和成绩 回报也会有一些分别 我刚才说了这些就不多说了 就做一个简单的表 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好了 说到最后就是认可 认可的时候 升学和就业方面究竟院校 或者雇主怎样看 我分了几个类别 刚才其实同事也有提到的 包括如果升学 我们说八大资助的大学的话 因为它的修生自主 有不同的认可方法 有一些会当它是部分的科目 它会认为选修科目 但是有一些它会当是一个辅助的资料 或者是会给一个额外的分数给同学 如果同学他读的 可能他是想报高级文憑 或者是赴学士学位的话 全部的课程它都会认用学习的 会认它作为一个选修科目 可以最多计算两科 最多计算两科 另外就是就业 如果说就业的时候 就业的时候 公务员事务局也会承认 我们APL是一个选修科目 计算成绩的时候 最多都是可以计算两科 好了 介绍了之后就看看 如果报读的话 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首先究竟读多久 我刚才其实也介绍了 读两年的 两年可以读完 180小时的课程 所以同学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在中四的时候 开始修读 中五完成 所以如果你的子女 现在在读中三的话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他会不会选择在中四的时候 开课 另外也可以中四开课 中五开课 中六完成的 如果你的子女现在读中四的话 我們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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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比喻 你當是去吃東西 倒回 或者在餐廳吃 那怎麼辦呢? 就是模式一 模式一就是同學 星期六的時候 通常課堂會在星期六 同學就會去專上院校上課 但是模式二 就會怎樣呢? 可能學校會包班 學校會包班 那些導師就會去學校上課 但是因為我們也有不少的課程 可能本身要一些設備上課 例如學校的廚房不夠大 可能全組的同學 如果學校包班 就會把同學一起去院校上課 所以就會分開兩款 模式一或者模式二 那怎樣選擇課程呢? 首先我想要花多眼亂 有這麼多課程 其實也要讓同學了解一下 其實課程的內容是什麼 平核的要求是什麼 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然後他們會按照自己的興趣 能力和志向去選擇一個合適的課程 而且我們本身 雖然很有趣的科目 但是不時興趣班 他們會有平核上的要求 有不少的同學 他們可能發現 最初就是一股 就是很喜歡這個範疇 選擇了這個課程 但原來做功課 測考 其實都有一定的要求 那就會半途而廢了 所以可能有些時候 就要因了解而drop for 他們可能到最後就是 所以在事前 如果他比較清楚知道課程讀什麼 要求是怎樣的時候 還有他要有個準備 剛才我提到過 如果要得到達標 起碼出席率要有八成 你想像一下同學 星期六 每個星期六 去院校上課三小時和 連續幾十個星期和 其實那群同學完成到的 他們本身都有他的堅毅 所以同學要清楚知道 然後選擇一個合適自己的課程 還有就是剛才大家看的時候 眼裡的家長是否看到 課程是否需要交學費 要交學費 每個課程大約 一萬多二萬元 每個課程 但如果你的子女 不是在私立學校讀的話 政府是全數之助的 所以同學是不需要付錢的 如果你的子女是在 我估計大部分的家長的子女 應該都不是在私立學校的 那些如果是的話 即是在資助、觀納、直資等 讀我們本地課程的話 那就是不需要付學費的 好了 報讀安排了 我這裡說的是現在中四的家長 因為如果真的要報名的話 如果同學還有第二輪的申請 中五開課 即是接下來九月中五 他們想開課的話 我們現在正在做報名 節止日期是4月2日 但是究竟我們要報名的時候 要經學校的 所以學校有沒有提供應用學習 但我們大部分學校 其實都有提供應用學習 還有我們上個星期六開始 上個星期六、下個星期六 今個星期六和下個星期六 我們是有一個 taster program 剛才我說要了解一下課程 了解一下才選擇會更好 我們有一些導引課程 去協助同學去選擇他們合適的課程 我們的課程提供機構 會跟同學說一說 課程讀甚麼的呢 平衡的要求是甚麼呢 這兩個星期我們正在做一些網上的 比較方便同學可以看更多的課程 下個星期會有部分課程 剛才看到很吸引 在廚房學習 在舞台上學習 下個星期會有一個 實體的導引課程 給同學去參加 還有我們也製作了 不同的宣傳行物和活動 我們會有一個概覽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最精彩的 我稍後可以給大家看一段短片 其實我們找了一些同學 幫我們拍了一些宣傳片 他們讀完之後 由他們現身說法告訴我們 英勇學習的價值在哪裏 這個亦都很簡單 如果你稍後 你亦都是 剛才我說的 search engine 打EDB APL 你會去到我們的網頁了 然後你拉下去的時候 過了泥黃色那裏 我們就會有一個 第三項 就會有一個參考及資源 裡面就會有齊全我們這些資源 這裡我們拍了 有六個成功故事 有六個不同的課程 有六個不同的課程 讓同學去講一講 其實在課程裏面 對於他個人如何探索 自己未來的路向有甚麼用 家長和同學可以看影片 我們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一分鐘 一個版本是四分鐘左右 有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同學都在APL那裏 幫助他 對於他來說 在他成長 或者在未來的規劃 那裏的價值在哪裏 我帶了一段影片 只有一分鐘 我讓大家看看 看看 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 就讀過APLi Learning的 《日本醫生科學教學》 現在是Poli部讀的 《日本醫生科學科學》 文化學、生物學、數學方面 平時學到的知識 所以我們的學科 可以很配合現今中學的課程 我覺得讀Apply Learning的課程 給我最大的得著 就是可以幫我找到 我自己最真正的興趣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其中一個學生的學習成功的故事 或者可以多說一點關於Angela 你如果搜尋 也有報導過 其實這個同學 在他讀完文憑史之後 其實他是有大學收拒讀科學科目的 但因為他讀完Apply Learning的時候 覺得自己對於醫務化驗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很想進入這個課程 然後到最後 其實他就不要大學的項目 他就轉去讀High Deep 就讀了醫務化驗科學 因為他成績非常之好 他很有興趣、很有衝勁、很有動力 去讀這個課程 他讀完High Deep之後 有三個項目的項目 包括科大的生物科學、生物科技 另外中大的狐狸 還有理大的醫務化驗 我想你會看到 剛才他就選了理大的醫務化驗 後來他讀完High Deep 他就讀了E3 繼續討論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有時候去陪伴同學去選科的時候 其實他都面對很多人生的抉擇 我們就很需要 家長的角色在哪裡 我想家長的角色 其實今天大家出席今天的講座 已經買出了第一步 很簡單 其實就是陪伴、支持和鼓勵 同學 你也可以透過今天的講座 了解課程的時候 可能找多些資料 了解一下你的子女 其實他的興趣在哪裡 他將來會想 日後他升學就業 他會有什麼方向 然後了解我們的課程 了解我們的課程 包括我們應用學習課程 以及給他一些意見和分享給他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對他們的陪伴、支持和鼓勵 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查詢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QR Code也可以掃描 就會去到我剛才告訴大家 我們應用學習課程的網頁 好 多謝大家 謝謝